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四个都在一旁哄着秦潇贤 急得老秦直拍双手 估计此时的内心想法是 你们拿我当傻子 骗就得了 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哄啊 就连做游戏输了饼歌都帮忙打掩护 一帮师兄弟求情 公然地放水 妥妥地团宠 秦潇贤德云社团宠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 如今云鹤九霄已经学会了如何宠爱秦潇贤 龙腾四海的学员注意了进德云社第一课 宠老秦 虽然老秦在德云社受到了许多宠爱 但是老秦并没有恃宠而骄 更多的时候老秦还是那子憨憨的弟弟 从团宠到团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是待遇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前一秒还是师哥们维护的师弟 下一秒就变成了被师兄们坑的弟弟 看来师哥们对于老秦的认知也是非常的全面 不但傻而且有钱 面对如此傻萌的老秦 就连孟哥也不忘调侃一下秦潇贤 主打就是我得责任你来承担 团宠团妻反复跳转 本来就傻 如今更是傻傻的分不清楚 怕是这一次旅途 老秦一定会非常开心 你们觉得呢 台底他也跟我说过 他说如果能交换人生 岳哥我想跟你交换人生 岳哥经常私下地问我为什么要换 这可能是作为师哥对师弟最由衷的祝福 希望你永远别懂 道出了是兄弟们之间独有的情谊 永远也不要经历我所经历的苦难 师哥是老秦前进路上的标杆 但在师哥们心里老秦早已经超过了自己 老秦对于自己的定位也有着清晰的认知 虽然如今老秦参加了许多综艺节目 很少回到小剧场说相声 但他并没有忘记小剧场 因为相声舞台是他永远的根 自从有了秦潇贤 德云社的师哥们也逐渐的秦潇贤化 儿徒爱徒最后都败在了秦潇贤这个歹徒的手里 特别是鸾云平 一向铁面无私的副总对待这个小师弟也是充满了铁汉柔情 跟着小师弟在一起 让鸾云平也感受到了年轻人的活力 副总鸾云平也逐渐的情话 秦潇贤不但带歪了一众师兄 就连德云女孩们也被老秦带歪 逐渐情话 这真是随了正主了 就是老秦是不是笑得有点太肆无忌惮了 是不是忘记当初他迟到时的样子了 曾经的秦潇贤面对质疑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反击机会 但如今的秦潇贤直逼岳云鹏 光是听到岳云鹏这破音的嗓子 就知道老秦的人气有多高 然而 走红也是一把双刃剑 秦潇也迎来了不小的争议 但他靠自己的努力在不断的减少这种争议 首次接触电影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有人说他走红全靠一张脸 但他单单凭借颜值一定走不了那么远 在他参加跑男后 凭借自己的努力给节目制造了大量的笑点 甚至被网友调侃 拯救了跑男的收视率 秦潇贤不但综艺感强 还能处处给人惊喜 轮滑里于打挺倒立定格 直接打破了粉丝们的认知 原来老秦才是偷偷内卷的那个人 也许很多人都没办法理解一个综艺人的痛苦 但是老秦理解 特别是在他腿受伤带病工作期间 看得出来 虽然老秦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但内心非常的强大 通过秦潇贤带病工作 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轻言放弃的秦潇贤 如今那些关于老秦的谣言也不攻自破 老秦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单单靠的是颜值 更多的是自身的努力 偷偷的内卷经验所有人 也是用实力打脸了那些黑粉 征服所有粉丝